看小主播Nicole在主播台上展现专业播报实力 优异的表现也让Nicole获得专业主播的高度肯定 Nicole报道新闻有一种清晰舒服的感觉 表现的态度自然不做作 中文咬字也很清楚 台风稳健不确场哦 而一项是悠悠小主播长盛军的Brandon 一年比一年进步 今年更是以超亮眼的舞台魅力 拿下亚米组的优胜殊荣 Brandon非常可爱 在报道中展现自信也很自然 中文断点的部分相当得宜 能够清楚地传达新闻内容 我觉得会是个讨喜的主播哦 至于小主播Jeffrey 则是以超水准的台风表现 在众多参赛者中投影而出 并且获得东森主播大力赞美 Jeffrey你是一个小帅哥 而且台风非常的稳健 尤其你这个西装笔挺的模样 真的还蛮有主播的架势了 再加上你的中文讲得很自然 能够清楚地传达你要报道内容 又有小主播选拔赛 疫情期间圆满结束 不只感谢天下父母心将防疫工作 与学习中文两者同时并进 活动更鼓励孩子 疫情下保持乐观学习的态度 一起迎接美好未来 东方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比较好 我们下期下说 大ğin 身 wn